嗨大家好,我是左 好久不見 在2014年5月31號的美國威斯康辛州 曾發生過一起震驚整個社會的兇殺案 有兩名年僅12歲的少女、懷兒以及蓋瑟 他們在假日期間 將案班的一名女同學路特納引誘到了公園 並在抵達公園後殘忍的刺殺路特納十九刀 想置路特納於死地 所姓路特納在後來被一名路過的自行車騎士發現了 才撿回一條命 而這兩名12歲少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很令人瞠目結舌的是 他們的理由竟是想要祭祀一個叫做受藏人的妖怪 並且他們還說了 他們害怕沒有刺殺同學的話 受藏人會傷害自己的家人 嗯?受藏人什麼東西? 受藏人,英文Slenderman 執意可以翻作成瘦弱的人 或者是斯蘭達人 也有人稱他為瘦書 他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歐美恐怖傳說 據說,受藏人非常的高大 表面上他是一個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男人 但當你仔細一看時你會發現 他臉上纏著厚厚的繃帶 看不清他的五官也沒有頭髮 基本上他的臉孔 就是一張毫無表情的特徵的臉 手臂非常的長 甚至快長過膝蓋 另外,他的背後還長滿了觸手 而且每隻觸手都異常的細長 可以自由伸展 速度飛快,方便他狩獵 平時他總會觸摸在森林或野外等廢棄地 他熱愛陰暗的角落 因此他的蹤跡很難被察覺 然而以上這一些都不是受藏人可怕的地方 受藏人真正驚恐的地方是在於 被他盯上的人是怎麼樣也逃不掉的 據說當你成為受藏人要下手的目標時 你就會患上一種叫受藏病的疾病 首先你的腦中會開始出現幻覺 記憶力衰退 緊接著你將會有頭痛、流鼻血、咳嗽 甚至被催眠、進入夢魘等症狀 等到你真正失去自我及意識時 受藏人就會將你抓走 而被抓走的人只會有兩個下場 不是成為對他言聽計從的仆人 就是被他釘在樹上 開膛破肚變成他的晚餐 而最恐怖的是受藏人偏好的 容易被他釘上的通常都是年輕的靈魂 或者手無腹肌之力的兒童 所以他還有另一個稱呼叫做殺童魔 我隨著這樣聽下來 這個受藏人還真的是蠻可怕的 不亞於我之前分享的毒史傳說 但是這個怪物它的由來是什麼 它是哪裡來的呢 因受藏人而造成的綁架、失蹤等目擊事件 造成最大反響 引起最多人討論的時間點 是在西元2009年6月 一個名為嚇人玩意的論壇上 當時有一名叫做維克多色籍的網友 他在論壇上上傳了兩張黑白照片 並首次提及了受藏人這個生物 在照片旁 維克多不僅附上了從相關證人那裡獲得的證詞 他還鉅細靡遺地 訴說了每張照片的故事背景 讓人不得不相信照片的真實性 像是第一張照片 根據維克多的說法 此張照片拍攝於西元1986年 照片當中有14名孩童 但很吊詭的是 他們全外照片拍完後不久 神秘失蹤 就連這張照片的拍攝者 瑪莉湯瑪士 也在同年的6月13號離奇消失 至今仍下落不明 另外大家仔細一看可以發現 此張照片的後方 有著一個異常高大的人形 沒錯是受藏人 不過很奇怪的是 對於這張這麼清楚的照片 官方給出的解釋是 底片有瑕疵 收藏人並不存在 而這樣的官方 卻在收藏此照片的圖書館 發生大火以後 將這張實體照片 沒收成為了證據 所以官方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消失的14名孩童 還有攝影師 他們去了哪裡了呢 沒有人知道 而第二張照片 又更加詭異了 不同於第一張照片歡樂的氣氛 這張照片中的每個孩子 都有著沉重的表情 他們看起來相當的不安 那他們是在害怕什麼 於是當我們仔細一看 我們可以發現 在孩子群的最後排 有一個身影 那個身影不能說是完整的人形 臉孔也相當的模糊 宛如鬼魂一般 是受藏人 而這張照片 根據維克多的說法 他推測 此張照片的攝影師 也在拍攝完照片的幾年內 身亡了 而於是乎 就在這兩張照片以後 關於受藏人的都市傳說 就開始廣為流傳 而且說來也非常的懸 就在這兩張照片 在網路上發酵以後 這個從來沒有人在意過的生物 受藏人 開始瘋狂的在網路上出現 有越來越多人 跳出來表示說 欸 原來自己以前 也見過受藏人耶 原來自己 也跟受藏人拍過照耶 相關照片 影片 蜂擁而出 甚至還有網友發現了 早在公元前900年左右 巴西東北部的一處壁畫上 就出現過一個類似 受藏人的生物 古埃及的林木牆壁上 也時常會有受藏人的存在 就連16世紀的德國 也曾出現過 跟受藏人相關的童話故事 就好像這個妖怪 一直以來 都在世界各地存在著 只是自從維克都在論壇上 發布照片以後 這個生物才開始被大家串聯起來一樣 而近期 關於受藏人的相關討論 鬧得最飛飛揚揚的 莫顧於兩位俄羅斯網友 他們在2014年時 分別上傳到網路上的詭異影片 第一段影片 是一位名為天空之眼的網友 發布的 這部影片的標題 簡單明了 2014年1月 俄羅斯莫斯科的新受藏人影片片段 從影片當中不難看出 有一個手長腳長的人 正在攀爬著公寓的圍牆 彷彿正準備 坐在公寓當中的人們一樣 而這部影片一發出 立刻引起人們的嘩然 大家都在猜測 會不會是受藏人正要去覓食呢 第二部影片就更驚悚了 這個影片的標題叫做 薩瑪拉的房屋牆壁上爬著什麼東西 從標題中看得出來 拍攝者非常的徬徨無助 影片一開頭映入眼簾的 是一個高樓層的公寓 接著下一秒 畫面中串出了一個外型特殊 有點像是蜘蛛 也有點像是星星的生物 它的四肢仙長 而且身形大的可怕 隨後在短短的幾秒內 這個生物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雖然影片只有短短30秒 但自從它會PO到網路平台後 就迅速在一天內獲得了大量的關注 甚至還引起了來自各國網友的朝聖 至今它的播放量已經累積高達370萬 而對於這部影片最主要的討論點除了 額 俄羅斯怎麼這麼可怕的生物啊 大部分的人更加好奇的是 這個生物到底是什麼啊 有些人說這是一隻受到核污染的巨型大蜘蛛 因為基因突變的關係才變得如此巨大 也有人認為它是跟隨著外星人 來到俄羅斯的不明恐怖生物 詳細作用不詳 而其中最多人願意相信的 是它是古老傳說中的超自然生物 瘦長人 因為它手長腳長的模樣 實在跟瘦長人太像了 感覺就正要去殺人 不過很快的這部影片就被打假了 不論怎麼看都很像是合成技術 但也因為這部影片的關係 更可以確定了瘦長人在大家心中邪惡的地位 只要手長腳長夠高大就是瘦長人 說了這麼多不過你們知道嗎 雖然瘦長人的故事起源充滿了懸疑和詭譎 但其實開啟這個都市傳說討論的兩張照片 早就被證實是假的了 而這個搞鬼的人就是當初發布照片的網友 維克多瑟吉 原來這兩張照片的起源 是因為嚇人玩意論壇 正在舉辦一場Photoshop比賽 主旨是網友可以自由上傳他們創造的超自然圖片 而這位畫名維克多瑟吉的網友 便上傳了以上兩張 他以札克派森金的作品 那是陰險的野獸 以及史蒂芬金的小說 迷霧驚魂作為靈感所批的照片 當時在批照片的同時 他就發揮了他的想像力 創造了一個又高又瘦 穿著黑西裝像幽靈的人 並為了增加真實性 他給這個人取名為壽常人 甚至他也下有其事地附上說明 希望可以讓看到照片的網友更有帶入感 結果沒想到的是 加上恐怖文字的兩張照片 讓全美網友陷入瘋狂 原本單純的P圖 變得不再只是單純的P圖 兩張照片引發了網友過度的關注 留言處還陸續開始出現 大家心中對於瘦常人 應該要有的樣貌和故事 彷彿這個角色是真實存在的一樣 而按照網友維克多的說法 他的本意並不是要引發大眾恐慌和不安的 他只是在比賽 不過老實講 他這一比賽還真是無心插流柳成因 瘦常人從此從他的幻想中 走入了人們的現實 發展成為了都市傳說 成為了美國最恐怖的人物之一 甚至在後面 瘦常人還被翻拍成了多部影視作品 多款電子遊戲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存在 不過當然啦 在挖掘真相的同時 也有很多網友不買帳 他們不願意相信瘦常人是假的 畢竟你們可以說2009年的照片是批的 但公元前900年的巴西壁畫 古埃及陵墓的牆壁 以及16世紀德國童話要怎麼解釋呢 那些不也是瘦常人嗎 誒這麼說好像也有道理啦 所以你們認為瘦常人是真實存在的嗎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這個世界上存在著許多奇怪的生物 是人非人又像動物又像外星基因突變 像是吸血鬼狼人日本的獵口女 歐美的蜥蜴人 再到這一次被證實應該是被創造的瘦常人等 稀奇古怪的人事物一大堆 而對於這些都市傳說最近存不存在呢 我個人是認為在這個充滿科學的年代 大部分的故事應該都是誤會 或者是口而相傳所創造的 但畢竟宇宙這麼大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證 就全都是假的 因此保持尊重和好奇還是好的 只不過呢故事終究是故事 大家也不要太走火入魔 理性看待每一個都市傳說 不要太深陷其中 以免又發生慘案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我們下次見